歡迎收看這個小時的台灣大搜索 我是張曉廷 最近台北市北投發生人倫悲劇 一名父親疑似因為投資失利 加上妻子的離婚 竟然狠心殺害三名子女之後 在歌曲輕生 釀成了三死一眾生的慘案 其實回到數年前 張曉廷20也曾經爆發類似的血案 一對富商夫妻 已家用焚化炉自焚丧命 並且留下遺書說 三個孩子也被哈曼殺害焚尸 骨灰丟進大海當中 但奇怪的是 警方采驗焚焚化炉遺骨 僅僅只有夫妻倆的小黑骨骸 並沒有小孩的 究竟三個孩子是死是活 至今依舊成功 張斌工業區中原公司總經理 因為有一張支票到齊 要負責人簽章 但是撥電話到老闆家 卻沒人接 直接去老闆住的豪宅 暗門鈴也無人回應 他趕緊翻牆進入 赫然發現三封遺書立刻報警 大規模搜索 庭院一個全新的焚化炉 下方整齊擺放兩雙拖鞋 一撬開 裡面兩具焦黑遺骨 彰化之前三千名豪宅主人 紅桌潭的母親 難以接受兒子媳婦 自焚而死的惡後 當場暈了過去 警方細細看了這座焚化炉 可以容納四個人 而且是全新的 四十五時候沒有燒東西 這個禮拜天他說 他有燒了兩頭狗 你有現場來看到嗎 他有打電話給我們 四前十天定製的焚化炉 還先燒了兩條狗 試試能不能燒得很完全 警方發現死者先設定好 自動點火裝置 夫妻倆在進入焚化炉 並從裡面以鐵絲繁綁 肆意堅決 這個四題都變成鼓灰了 兩句 但是有遺書 她房間有遺書 遺書署名給妹妹 內容為第二任妻子抱屈 認為她全心全意 照顧車禍故事原配 所生的三個孩子 結果十幾年來 還是不被家族所接受 雙親甚至為了一點私利 離間夫妻和孩子的感情 最驚悚的是 遺書中說已經將三個孩子 焚燒骨灰磨成粉 灑入大海 掌握到三名子女的DNA的型別 那麼現在就是希望能夠 從三名子女她的生前在學校 或宿舍相關場所 能夠再進一步收證取得 一些相關的檢體 真的如遺書中所說 和胖媽一起離開人世了嗎 這真的是她們的生前願望嗎 洪家長子洪崇甫就讀中原大學 個性開朗樂觀擔任班代 這年還因為成績優秀 直升物理研究所 同學說沒有什麼特別的跡象 小女兒洪孟瑜就讀台南治理管理學院 一本記錄新式的日記 說在8月8號這天 她不敢對爸爸說一聲父親節快樂 可見婦女感情並不十分親近 還說家裡的風波不斷 美滿的家庭 難道不可能發生在我的家嗎 可以看出這個家庭 的確有問題存在 大家都覺得很意外 同學都在聯絡 但是都沒有人知道 至於23歲的二兒子洪崇甯 則在父親的公司上班 日記中有一頁透露出蛛絲馬跡 我們初步刊頁是有看到 它其中有一頁是寫著說 父親洪崇甯要求他跟著自殺 問他願不願意 日記中可以看出二兒子 似乎不同意爸爸一同赴死的看法 但兒子的反對 已經改變不了洪若潭 警方在孩子房間的床罩上 採到微量血跡 鑑定後確定是孩子的 而血跡呈現點狀分布 專家小組因此懷疑 洪若潭趁子女熟睡時 對他們施打麻醉藥劑 再把昏迷的孩子送入焚化爐焚燒 最後以研磨機磨成粉 灑入大海 因為警方在洪若潭車輛踏板上 採到海沙海水成分 意思是他談到說 三個小孩留給他妹妹 意思是說他家庭有點糾紛 單純因為家庭糾紛嗎 警方不這麼認為 仔細追查 發現洪若潭經營的膠帶貼紙 製造公司 在釋放兩年前 因為遇上不景氣 以工廠設備和住宅土地 向銀行抵押借款兩億六千萬 民間借貸七千六百萬 還向地下錢莊借了錢 資金周轉不齡 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我們過來 有話要跟你們講 我說明天早上再去 他講說明天早上再去 有可能明天早上來 他可能沒問題了 就在事發前一天 洪若潭還找來朋友 似乎希望把生前一些問題做交代 可以看出他事事要求完美 甚至連焚化爐和研磨機 都處理得乾乾淨淨 讓警方完全找不到 三名子女遭焚燒抹粉的急症 因此他們誓死誓活 至今仍是迷 最終只能以失蹤人口牽結 直到滿法定七年時間 宣告死亡 繼承的財產應該說是負債 那公司的部分的話 是針對銀行部分 大概有兩億多 三名子女憑空消失 留下的是許多會生會影 難以解釋的狀況 讓這戶佔定2932坪 屋林15年 市價原本有7000萬的豪宅 在法院拍賣時速度流標 直到第三拍才由退休醫生 以1081萬成交 不賣嘛 只有一個人會來買 我一定會賣 你知道是他三十歲 一定知道嘛 就是他而已 就是他回來買的時候 我才會賣 其他人也不會賣 這位醫師不信邪 在這裡辦中秋烤肉晚會 唯獨這一座粉化爐 沒有人敢碰 看他要不要回的時候 笑笑到沒了 他就罵了一頓 他說不要啦 我怎麼不睡 不用說了 所以我就沒有講下去了 畢竟紅肉潭夫婦 的確傷死在這裡 根本沒有回收業者感受 要不要開 開了 開喔 開了 你才會打開 這稍微放 連號稱什麼都沒在怕的 新屋主都覺得毛毛的 而這座粉化爐 最終被移到角落 原地改建成泡澡的露天SPA池 整座豪宅重新規劃 這次因為北投一名父親 殺害三子女在自吻的悲劇 再度勾起人們 對彰化洪若潭滅門血案的記憶 83歲的資深演員高明 農曆春節結束後沒幾天 被發現在住處尋短身亡 原因是罹患五種癌症 不開長期為病痛所苦 其實和他同樣演出 閩南語連續劇的演員 交來罵吳敏 他也曾經罹患子宮頸癌 幾月之後 在泰國當短丈夫又突然 心機隔著過世 隔年他重新振作 帶領日本品牌內衣還絞逐台中失憶 卻通通失利 欠下了上百萬元債務 而到現在錢都還沒有還完 但他從來沒有被打倒過 始終堅持撐下去 帶來看交來罵的故事 鳥來博宇十三年的製作人找我演的時候 他說你要演一個 捧恰恰的媽媽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顯示 就是媽媽跟兒子的差別 我那時候我剛好有這頂頭髮 後來我這一撮白頭髮是我的標誌 叫我交來罵 叫我交來罵 大家都叫我交來罵 都忘了我叫什麼名字 他有的很天真 還會問我你姓鳥嗎 你姓叫嗎 其實我本姓吳 所以我叫吳敏 我來交來的 為什麼 我跟你的無人家 我現在是有的 其實我最好的 愛搞笑的資深藝人吳敏 叫來罵 出道超過50年了 每美出場 總能逗笑現場觀眾 就算已經68歲當阿嬤 吳敏還是很能跟著上潮流 其實早在他15歲時 就發願要當明星 講起來是一個不孝女 叛逆 那時候正好有一個 演員訓練班在招生 我爸爸其實是給我錢 要去報考高中 我是初中畢業 我要報考高中 我把人家拿去報考 那個演員訓練班 助生先生是誰 當時吳爸爸氣到 跟他斷絕婦女關係六年 但吳敏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 其實我是從臨時演員做起的 三八爺 請女婦 拍女婦 削女婦 什麼角色我都演 如果妳唱 現在來唱啦 好 我告訴妳 妳不慢慢跟妳賠儲 妳怎麼把我儲儲啊 早期拍台語電影出道 也曾當過配音員 最經典的就是這一段 這件龍蝦新裝 妳以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穿的 那當然啦 是義大利名斯吉塔布里斯 幫我設計的啦 知道嗎 我講的 這是義大利名斯吉塔布里斯 設計的啦 因為他 因為他被夾到還要那種痛的 那種痛的感覺出來 意外成為香港演員 葉德賢的御用配音師 吳敏擔任零演期間 認識了當時經常演 電影女主角的周遊 兩人成為好姐妹 周遊更成了她生命中的 貴人與美人 講到老公呢 那時候其實是周遊姐 介紹我去要去拍她的戲 在民國59年 導演啊 那時候她算起來 也算是一個年輕導演 她的產量滿多的 她常常拍 都小品 小品 她拍的一部天倫樂的 那個康志偉的 最佳童星獎的那部戲 當時導演劉國雄 拍完就不戲後 準備要找新戲女主角 在周遊的推薦下 吳敏隔天就去試鏡 那時候我老公很甩 她就在那個樓梯口這樣一看 好啦 就這個啦 就這樣子 妳一句話都沒說 沒有 那就她 因為她在樓上剪片沒空 那我也莫名其妙 她就說 晚上留下來看我上部拍的片 沒想到吳敏一看老公的作品 就深深的被她的才華吸引 片頭玩 一開始的那一剎那 她音樂的那個陪襯 我被那個音樂感動 哪一首歌你都 老英子歌 我常常講這首歌真的是我們兩個的定情曲 我很喜歡那首歌 我很喜歡她 19歲認識 22歲兩人就成婚 但婚後兩年 小兩口卻成了遠距離夫妻 因為老公決定到太過發展 我那時候剛剛 我的大兒子才一歲三個月 我小兒子還在坐月子 坐月子十天 他就一定要去 那時候還要配偶同意書 很多人就問說 你為什麼要簽給他 我說能不簽嗎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電影的景氣也不好 於是吳明就成了偽單親媽媽 一個人在台灣 獨自撫養兩個小孩長大 還要邊賺錢養家 他在這邊批評賺錢 老公沒有錢花 沒有錢拍 80萬 100萬就一直寄過去 也不是說金元 那時候等於說你在那裡拍戲 然後他這邊的 給旅行社的票跳票 那你是不是要趕快把它補起來 然後你向他那邊拍戲 也要用錢 把賺來的錢通通匯給老公 沒想到吳明工作一忙 身體忙出了狀況 竟被驗出罹患子宮頸癌 醫生要他趕緊住院 我是跟他講說要不然這樣子 你讓我這些秀場做完 農曆年 我們那時候農曆年都有活動 農曆年晚元宵過後 我再來 他說那你也不用來 我告訴你 你就剩5個月了 所以那時候江霞跟蘭琪 就說你到底要錢還是要命 不捨得 於是好友江霞先替他墊錢 讓他順利開刀 但才休息一個月 吳明又拚老命出來嘎嘻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個劇劇 還沒拍完 那個 那時候正在錄那個魯母 那時候都綁個尿袋在這裡 綁那個小的 不會很難受嗎 沒辦法 那時候你不錄不行 人家要開天窗 但最慘的還不僅於此 幾個月後 遠在泰國的老公傳出二號 在那裡過世 當時他才49歲而已 心肌梗塞 那時候陳大夫講我剩5個月 然後我一直放在心裡 就是覺得我老公好像是替我走的 我12月18開刀 他隔年的5月17號走 就是5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很巧合 VI又歷經散膚之痛 讓吳明每每聽到這首歌 都不禁落淚 像美酒加咖啡 她走的時候我唱會哭 現在還好啦 只怕再唱下去會哭紅雙眼 人前帶給大家歡笑的她 不願外界見到她悲傷的一面 老公離世時 她無緣見上至愛最後一面 幾個月後身體漸漸好轉 她準備飛往泰國 處理先生後事 沒想到又突然發高燒 要去之前那個晚上我就用銅板跟她講 我說我要去處理你的事情 如果你有想讓我去 你就要保佑我 不要發高燒 你發高燒 她說沒辦法 也沒辦法上飛機 她不給我三千杯 很奇怪 我去就好像沒事一樣 也沒燒了 好好的 辦完丈夫後事 吳明回到台灣面對現實 她為了能賺更多錢養孩子 開始轉做副業 代理進口日本品牌的內衣 曾經投資資利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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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利啊 所以呢 經濟上的問題也有啊 現在錄影的時候 偶爾會聽到說 在人家講電話的時候 會有一些 掉錢的舉動吧 可是那數目都不大 投資內衣慘賠500萬 金營餐廳也關門大集 接著轉成政壇選市議員 他要回來做舞蹈 他要回來做舞蹈 回歸來向這句話說 好 好 所以現在開始 要讓他罵到五頂切割 然後自己選舉又私利 有卡到很多錢 烏肉偏鋒連夜雨 2010年他落選後 心情欲阻的他 被幹女兒遊說 到廣西南寧散心 結果竟然是場騙局 這是大陸廣西公安 去年逮捕南寧 傳銷集團成員的畫面 以投資為由 用傳銷方式的詐騙手法 已經漂洋過海到台灣 他們講說 你看這邊多繁榮 然後這一塊地 就是誰的錢 誰的買的 然後賺多少錢 當時交來罵 就是被當作洗禁宣傳 集團利用他曾到南寧 來炒作照片 同時他也是其中一員 我是覺得很單純 我是去找你 然後要被人家拿去做文章 我有什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常常講 這也是我們生理所謂 就朋友如果說什麼 就好 每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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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這種人 為人海派 卻讓自己欠下 近千萬債務 一度被黑衣人追債 生活困苦 不要說追債 都會 人家也要問問看 你還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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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不在 因為我今天 要撐下去的理由就是 我有欠人家錢 還不能死 所以 面對如此曲折的人生 吳敏盡還能幽默以對 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不會自己在那邊惆悵 其實我喜歡打麻將 所以呢 可是你抒發 對 對 樂觀的態度 難怪深受觀眾喜愛 我也獲得這個機會 跟大家拜託 拜託大家 妳如果有她的好味 蓋起來給我看一看 妳如果沒有這幾年 一會兒妳死得很囂張 我會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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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心 如同這首歌的歌詞一般 只要來罵歷經種種低潮 大起大落的人生 沒有擊退她 反而更笑著 堅強一對 謝謝 謝謝 還記得曾紅遍全國的優寇麗麗嗎 當年主唱林志炫和搭檔李季 當紅時突然宣布起散 震驚歌唱界 林志炫單邊之後紅到對岸 但李季呢 她立即十年徬徨 現在做什麼 又是如何取到相差22歲的嫩期 稍後來看李季的人生故事 大家還記得90年代紅透全台的優客李琳嗎 這個團體歷經了五年輝煌 卻在大紅大子時 主唱林志炫突然宣布起散 而事前完全不知情的李季相當錯誼不解 單飛之後 林志炫成為歌壇 靠著一首單身情歌 紅遍了海峽兩岸 反觀時日搭檔李季 退出演藝圈之後 歷經了一連串的人生起伏 不斷地被自己過去的光環捆綁 就怕別人拿她跟林志炫來比較 所以拼了命 想在事業上創出成績 結果卻是頻頻失敗 而現在她在做什麼呢 來看我們的獨家轉方 幸福有沒有在我身邊 什麼一直看不見 是的 別懷疑 眼前這一位在孩子面前 首舞足道的正式優客里齡的李季 是不是和90年代那個戴墨鏡 彈吉他的小伙子 判若兩人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棄了你 只為了一個沒有理由的決定 以為這次我可以 承受你離我而去 當年靠著這一曲 兩個年僅25歲的大男孩意外爆紅 首張專輯賣破百萬張 優客里齡是因為 唱片或是覺得這兩張太醜 我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樣包裝他們 所以就擺了一年多 有一天正好我戴墨鏡進去 他說他會把眼睛遮一遮也還好啦這樣 長相不如人 優客里齡只能靠歌藝取勝 心情懷是發呆 你的難 我不會有人猜路很長 站起來 林志炫嗓音高亢輕量 立即唱唱略帶沙亞 兩人的聲音相輔相成 發揮得淋漓盡致 With you my dear friend 越過高山和大海 勇敢面對危險 We're on the road again 想當初兩人是明星公專的 歌迷班同學 彼此互不認識 因為學校一場歌唱比賽 讓他們的人生 從此有了交集 我們就說我們能不能來插花 就一起來 我們就在一起練 大家練過這個 不錯啊 所以後來我們這兩團 就變成一個團 我們就因此開始認識 那時的禮記情鬥初開 但極度內向的他 根本不敢跟任何人說話 為了在漣漪時 吸引異性的注意 他想方設法出起招 考到一家生活啊 那麼有很多男孩 都會搶著做這些事情 但是反正我也搶不到 他們會搶 我就拿起我的其他 悄悄的走到50公尺外 樹下的石頭上 然後坐下去 然後就開始撥弄情絕 連漪著女孩子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八個 十個 就慢慢的圍過來了 結果到一群男生在那邊 烤肉被煙嗆得要死 而我憂鬱的在彈吉他 從這邊會有一群 所以這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第一印象博得好感還不夠 他得乘勝追擊 晚上回去就寫了十張信誌 去偷我姊姊那個香水信誌 寫了厚厚一疊 因為沒有人會喜歡我 我自己這樣覺得 沒有辦法讓別人喜歡我 所以就找一個方法 讓別人喜歡我 年少自卑的李濟 愛在心裡苦難開 他只能透過一封封情書 傳達自己最正的情感 或許是這樣的戀愛經驗 讓他創作出一首首 筷智人口的歌曲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想像 我需要一個真實的感受 所以寫歌啊寫詞 大部分都是一個真實的經歷 每一次有一個真實的體驗和感覺 因為說不出來 就造成表達 於是就要把它寫下來 你要緩解嘛 你要發泄 從以前到現在 我也不過發表了五十首歌吧 五十次失敗的感情的打擊 所以從感情上 我不是一個成功人士 短短五年六張專輯 遊客裡的身世如日中天 但就在兩人到達事業的巔峰時 林志炫突然單方面決定不再續約 要回家接管家族事業 你那個時候當然會啊 那個時候會覺得 我爸有什麼 有什麼不可以談的 我預警的宣布解散 讓禮記相當錯愕與不解 因為他事前通通不知情 就連母親也不能諒解 他常常會說 唉唷你看看啊 以前到我們家來的 什麼午飯在我們家吃 在一起關在房間裡頭 然後什麼不是都 然後也都沒有感謝一下 這一刻沒得商量 只能分到養養 筆記心灰意冷 無法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只是藉口而已 他有他自己想要做的 一個音樂風格 但因為他自己 他因為他那時候沒有寫歌 他也對製作參與的程度又少 他覺得有些東西他很難發揮 所以以退為進嘛 所以一年半之後 會在Sony也是一個這個原因 眼看昔日搭檔 重出江湖 李季也不甘示弱 靠自身力量出了一張 單肥後的個人專輯 我拿起吉他 唱給自己聽 這就是一個人的樣子 夥伴拆夥 父親因病去世 事業家庭的雙重打擊 讓李季的星座沉重而壓抑 你到上面再掉下來的時候 比較就是等於 優客結束之後 又再加上98年台灣的唱片 整個環境掉下來很多 慘淡的銷量讓李季相當心寒 他決定退出演藝圈 籌回資訊科技產業 那時候就是在逃避 就是你要去一個 跟原來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沒有的對比 又要做一個人家覺得 這個好像是有違信念 才會做的事情 你避免人家說 你看過氣格子 回到武酸所學的專業領域 李季急著想一展長財 他砸下所有積蓄 創辦一家網路公司 結果不但寫本無歸 還欠了一批股債 不到一千萬吧 錢的事情沒有非常苦 但是你碰到幾種打擊 第一個 你不再是這樣子的位置 然後你要習慣在 一般的工作環境裡頭 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個比較辛苦 為了還債李季只能躲在 朋友的公司打工 睡在桌子底下 一天只吃一餐 那段時間很痛苦 就是家不能回 是因為覺得家人不支持我 然後也不方便 一直跑回台灣來 於是就 基本上五六年都 連過年都不回家 你就會在上海 這使李季窮途潦倒 艱難度日 反觀席日搭檔林志炫 演一首單身情歌 紅透海峽兩岸 找一個最愛的深愛的 相愛的親愛的人 來告別單身 2000年的時候 在北京的書書車上 聽到林志炫唱 單身情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走出來 就是足夠通俗啦 就是大家都會進KTV唱 這才讓林志炫這個品牌 脫離優客裡 看著林志炫大紅大紫 李季倍感壓力 他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在這場 隔空較量中認輸 你既然已經做了過期歌手 叫做過期歌手的打算 現在就要念書 所以你說 念兩個研究所是好像很厲害 那也是行事所逼 從小不愛看書的李季 開始發奮圖強 接連取得台灣原制和大陸 復旦大學的碩士學位 我的做法是讓人家看到說 這個人下來的時候 一直在往上的 就比如說他要考試 他要出書 他一直在新的創業裡頭 這個多少還對我的人生 給予了強心針 就讓你維持下去 2004年情人節這一天 林志炫在上海開個人演唱會 當活動進行到尾聲 昔日搭檔禮祭竟然出現了 這是優柯里林解散後 第一次通台演出 去就表示沒有放下 人生跟優柯里林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你總覺得我可以找回什麼東西 那你就一定是找不回來的 睽違八年再次重返舞台 李季的心情五味雜成 但唯一確定的是 他依然十分享受台下的目光 只有自己 愛上你的眼裡 我不知所措 2006年他們再次合體 這是兩人單飛十年後 首次一起舉辦 再見優柯里林的告別演唱會 我總覺得我還要去 找到那個被人喜歡的那個人 就是我當時走上台彈吉他 也就是這個目的 找到那個人 但那個人20年前 就已經在歷史裡頭了 同台辦演唱會 讓李季明白 優柯里林已經是過去式 但是彷徨十年他 似乎無法跳脫過去的光環 無法不和過去的搭檔比較 沒想到一件事讓他轉面 做了一個大家想都沒想到的工作 去了小22歲的網友 廣告回來帶您繼續來看 李季的翻整生 優柯里林解三十年之後 2006年合體辦演唱會 作然李季當初不能夠諒解 林志勸單方面解散決定 不過他還是願意再和搭檔 站上舞台 為的就是找回最初的那個人 那份感覺 直到歌聲響起 李季才知道一切已經回不去了 彷徨了十年 找不到人生方向 直到一件事 讓他如今做了一份 大家都想不到工作 還娶到小他22歲的嫩妻 李季這才明白 一切都回不去了 已經彷徨十年的李季 此刻還是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麼 似乎跳不出過去光環的框架 一直要去做一些 人家覺得光鮮亮面很有價值 然後又不跟之前比較的事情 所以換工作的頻率真的很高 不斷告訴自己 不要跟過去比較 矛盾的是 心裡其實沒有放下 一下到政府機關工作 一下又報名參加 創業真人實境秀 最後又搞創業變成台商 創辦了網路選秀平台 栽培藝人 沒想到最終還是失敗收場 第一點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就這樣去哪裡 這就是十億萬元 有啊 十年 整整十年 心裡的無助 只能靠轉換跑道求安慰 直到研讀心裡諮商時 練習輔導過程的情境下 他突然在同學面前痛哭失聲 人不可能表演自己的 人其實就是不停地 拐來抹角地暴露自己 越暴露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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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真的是沒有辦法控制 就覺得原來這個世界 不一定有要幫助的人 但一定有一個需要幫助的自己 有一個瘋狂吶喊 需要救助的自己 這十幾年來 李季不停地想切割過去 又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搞得自己千瘡百孔 疲憊不堪 每次一個總壞的工作 都是為了逃避的話 你就算這個結果看起來是不錯 你自己的幸福感是很低的 因為你只是逃嘛 不再逃避的李季 決定接下來的人生為自己而活 當心打開的這一刻 真命天女也在網上現身 我第一眼的時候 我還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認識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子 不過那個時候是因為自己說 我是希望認識一個18歲的女朋友 我曾經發了一個這樣詞 後來一段時間就認識她了 我跟她結婚她正好20 結果我在發那個詞的時候 她正好18 完全是網友的概念 19歲正在念書的女孩 遇上了40歲正從失憶中自行的禮記 網路上聊了幾次相約見面 短短半年決定結婚 儘管相差22歲女方父母相當反對 但她們依舊堅持攜手一身 這個人的出現對我來 生命來講還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我覺得我開始逐步的學習 為自己和他人和生命負責 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 在以前是完全沒有 以前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40歲都一樣 無法用言語表達對老婆滿滿的愛 筆記用她最擅長的寫一首多達 700字的情歌 過去來不及完成的事 我都記在心裡 未來才有理由 一樁樁陪你一起 這首還沒送出的情歌 獨家在台灣大搜索節目曝光 看著你越來越承受智慧的模樣 她給我很多的幫助 她是一個能夠教導我 在長遠目標上 一直努力前進的人 年過半百的年紀 現在育有一雙兒女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 她不再糾結過往成就 全心投入兒童教育 去年鬧出喝花酒事件的鄭靜一 即將舉辦演唱會 她創作的歌曲Gay Out 讓江慧紅透半邊天 不過最轟轟烈烈的 還是她的情勢 外傳曾經為了立委高精素媒 鬧金聲 廣告回來透過專訪 我們來看看鄭靜一的一屆人生 創作江慧經典歌曲Gay Out的鄭靜一 今年即將舉辦演唱會 她除了過人的音樂才華 最無人所知的就是豐富的情史 鬧得轟轟烈烈的 和立委高精素媒的一段情 外傳分手時鄭靜一還未起了情聲 2006年去了李榮業女大亨 短短一年多時間離婚收場 之後鬧出了招季吸毒喝花酒等等事件 重創形象 而這一次鄭靜一接受台灣大森所 贏家專訪 坦然面對過去的種種 還透露出現在她找到 醫生中最愛的女子到底是誰 都在台南高雄 台東都在高雄 高雄阿華聖 你怎麼錄一瓶 平衡都飽 我也出來了 平衡都飽了 平衡都飽了 我沒出嗎 一場喝花酒的羅生門 讓酒味露面的鄭靜一 又要上社會版面 也模糊了她2017年5月中 在小巨蛋開個人演唱會的焦點 講一句誇張的 我的如果不好聽 你去聽別人 就只有熱鬧了 不改自負的口吻 鄭靜一接受台灣大搜索獨家專訪 暢談出道至今的心路歷程 我一生裡面有太多很多事情都上 不管哪 可是我一次都沒有講過 那無所謂 我覺得 等下 沒頭 沒唱 沒什麼 的確在多澤社會新聞的背後 難掩的是鄭靜一音樂方面的才華 最耳熟能詳的 是她在2003年創作的這一首 歌詞靈感來自鄭靜一父母間的對話 平時又觸動人心的語句 在江蕙的演繹下 轟遍台灣大街小巷 但是那一年 Gal並沒有得到第13屆金曲獎 最佳作詞獎 或許是不甘心心血沒被肯定 到第18屆金曲獎時 身為頒獎人的鄭靜一在台上 抱怨了主辦單位 我們這麼多的閩南語歌星 沒有一個可以上的 我是感覺 如果感覺我們台語歌不夠追蹤 我們可以沒來參加 沒關係 烏滿當屆金曲獎 獨厚國語歌曲 鄭靜一放炮抨擊 當時的新聞局長 雖然手比讚 但之後 鄭靜一的名字 再也沒有出現在 金曲獎名單上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 懂得 懂得好壞的人 我沒有很傲氣 就是常常人家說 一哥你才華真好 我說不是台語歌好 是別人比較爛 我其實沒有很好 其實鄭靜一本名鄭俊毅 因為早期模仿日本演歌歌王 孫靜一爆紅 因此拿靜一當作藝名 她有一首《夢寐以求》走紅歌壇 後來鄭靜一跟胡瓜搭檔秀場主持 大受歡迎要上小螢幕 更取代高齡峰成為綜藝節目 鑽石舞台的主持人 迅速走紅後 伴隨鄭靜一的 除了高知名度 竟然還有大牌難搞的傳聞 創作唱歌節目主持雙七 之後還為了拍電影 離開電視主持工作 我三十幾歲 就到巔峰的那個狀態 後來因為該得的都得到了 其實那就是我們個性詞 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不要想 你要電視照做我也不要做了 就是有錢做我都沒興趣 我就不喜歡 期間他陸續創作了不少 筷智人口的情歌 鄭靜一說 這些歌曲的靈感 都來自他一個個精彩的感情故事 外傳他也曾與藝人高筋素梅相戀三年 鄭靜一還一度為情親生 後來與蘇玲妹的戀情 也因為價值觀不合而分手 差點油釀社會事件 我很願意去承擔我個性 所付出的一些效果 以前我們都認為這個一定是我一生的 後來到了我接你六十幾 我發現沒有啦 沒有這個意思啦 沒有人是你的一生想太多了 2006年 鄭靜一娶了李榮業大亨陳朱莉 大家都以為情場浪子 終於要靠岸了 鄭靜一真的非常有心 要娶一個愛的家庭 以前會結婚是因為好玩 我是覺得 這個狼總是要結一下嘛 其實我是想經歷人生各種事情 他沒有那個條件我就不想 可是如果有條件 我是覺得正常應該這樣 沒想到這段婚姻 短短一年就結束了 他其實是我很久的女朋友 那我為什麼跟他結婚 因為我覺得他都不會生氣 我不管怎麼 不會來什麼 他也不會生氣 我就說我這個一定做不成功 然後結婚的時候 不是 人喔 換了位置就換了老代 以前你是大家公家嘛 沒關係 現在你也換 最簡單就是這樣 以前會想結婚 你也不知道結婚一定會離婚 我也不知道啊 就結結婚了 沒想到離婚過後 鄭金一又捲入朝季和吸毒風暴 如今走過人生種種考驗 找到這一生最愛的人 為了他 鄭金一浪子回頭 一出門就想要趕快回家 他是誰呢 廣告回來帶你了解 剛說到鄭金一結束短短一年多的婚姻 沒想到後來卻陸續捲入了朝季 吸毒和喝花酒事件 在家庭這塊始終空虛的他 其實有一個38歲獨生子 同樣在隔壁發展 不料後來布上老爸護城 酒駕鬧上了新聞版面 讓鄭金一很難過 不過四年前 鄭金一終於有了最愛的人 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沒想到離婚兩年後 鄭金一被周刊爆料 捲入了召妓事件 還傳說整個過程被拍了光碟 隔年鄭金一在家中又被查獲吸毒 演藝事業陷入空前危機 你這樣我會勇敢面對就對了 就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會勇敢面對好不好 當時有一種說法 說鄭金一吸毒之所以會被抓 是因為當時經紀人兼女友的謝思惠 向警方檢舉 我在公司待到快天亮 而且我那天我從早上到公路 我都沒有出去 他今天這篇報導 他是用揣測的心態 那我覺得我就保養法 言辭否認檢舉自己的愛人 但這段戀情最終也畫下句點 對於媒體總是聚焦 關注他的個人生活 鄭金一自有一套想法 有一次我不是被登了 跟一個女生簽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 就是這樣 我隨便簽個女生 他就可以登報紙 那你還要怎樣 表示我們還是很OK 很大版 我們還是個人物啊 不然呢 但是我們是個公眾 你就必須要付這個代價 這個沒得講 因為人家好的也有講你啊 偶爾你要靠媒體啊對不對 他壞的他講也剛剛好 校看種種評價 讓鄭金一感動的 是自己身陷吸毒風波時 有獨生子鄭倫敬陪在身邊 爸爸你是才子 鄭金一 我們也唱出我們的一筆 鄭倫敬長到29歲 才與父親相認 他是鄭金一 與原住民前妻生的孩子 因此當兒子發片時 鄭金一當然站台立體 不過讓人驚訝的是 鄭倫敬居然佈上父親的後塵 要上媒體社會版面 他因為酒醉拒絕領檢 更在警局嗆聲 我父親是鄭金一 事後道歉卻以重創形象 對這個兒子鄭金一內心 總有著虧欠 因此對於後來瑜 女友張小姐生的 四歲女兒童童 她是百般呵護 我覺得很可愛 很適合 我已經結那麼多 再結其實沒有意義的 那我不結婚 其實我們兩個都沒有 只是對對方的媽媽的父母 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她對我也諒解 我覺得有那個女兒 從第一天到現在 是我這一人生裡面 四年多 她已經四歲多 我這一生中最幸福就是四年多 過去不論是高金松梅 還是有過短暫婚的 李榮業老闆陳朱莉 似乎都無法留住 多情的鄭金一 最終 真正留住她浪子心的 是前輩子的情人 現在我幾乎我 我小時候都陪著我女兒 她就躺在我旁邊這樣 然後每天跟我 跟我唱歌 然後我只要出去一下 我就 不行 我就趕快回來了 我當然想為女兒寫歌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的產品 寫不出來 就怎麼寫都 好像其實 米諾哥我不太想 因為我都覺得我寫絕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寫什麼都不能代替那個 年過六十歲的鄭金一說 自己太老了 也許看不到女兒帶男朋友回來 看不到她走上紅毯的另一端 但是在自己人生的後期 能擁有這樣的幸福 這是上天對她最好的安排 我們從真實故事中借往真來 記取人生經驗 我是張曉婷 我們下週見 來吧